好 各位觀眾 這個是阿宋的圖傳系統 450公尺 然後它可以用外部電力供應 970電力供應 DC電力供應 2.4G 5.8G HDMI輸入 SDI輸入 環出 直接有一個LOOPOUT 太屌了 這樣子就形成一個發射端 那接收端在這邊RX 這裡呢 也是2.4G跟5G 那麼1080i60p 那麼我們現在一樣是SDI輸出 HDMI輸出 最棒的最特別它多了一個UVC輸出 UVC輸出可以讓我們隨時隨地的上字幕上LOGO 一次可以接收12344組訊號 那麼這4組訊號呢 我們現在同時錄在這邊 接下來我們要去玩穿牆 那這450公尺的圖傳呢 最大的價值就是它2.4G突出了 它會跳5G無縫中間沒有縫隙 所以它有一個很穩定可靠的訊號傳輸能力 好 那麼先生接起來 拿起來拍我 好再講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要測試的是穿牆 我們測試的是穿牆 那麼我們到時候就是 接收端呢交給先生 自己看 然後 發射端呢 先生去測試 那你們要做遠距離的話就到下面 要穿牆的話就在這邊走出去 好 那看是誰要走誰 好 那麼我們現在準備開始這個 ASOM的這台機器的那個測試 那這台機器呢我們先離開一下 好 你健康會比較舒服吧 嗯 好 Sinner View 2 SDI 好 那我們先生這樣走走走走走到女廁所去 不要往裡頭拍 先生你要站這裡 你你你先生您往那邊走走走轉 那你要站這邊看 齁 好現在呢還沒有要穿牆齁 好左轉左轉 好不要進去喔齁 進去就麻煩了 欸還有喔 現在是兩道牆 那裡是女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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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不錯 現在最少是 一二三四四道牆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的這道牆 剛剛有穿 還有電梯一 一二三 四 五 我們剛剛穿的是五道牆 好 我們就會連著 可以充複用的摸摸 好 すごい 像我覺得 TiR6在幾件 對對對 男車就無所謂 因為是同胞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